好,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一下16年和19年的真题,把田子格和毛毛虫放在一起来练习一下。 首先,16年的这道题目,要求同学们也是自己把田子格画好,毛毛虫都写好,然后再来看视频。 甲公司是一个制造业企业,生产销售防滑瓷砖,注意这道题和我们练习的不同之处,它生产的是防滑瓷砖,而防滑瓷砖的食物量单位。 请注意,是每月要生产多少平方米,不是生产多少件,所以注意这个食物量不同,给你带来的不适应。 产品生产工艺流程比较成熟,工人技术操作也比较熟练,管理水平也高,公司实行标准成本制度,定期进行标准成本差异分析。 请注意,甲公司的生产能力是,每月生产6000平方米的瓷砖,你们把它当成6000件吗? 它其实就是一个食物量单位,这是预算产量,每月6000平方米,而9月的实际产量是5000平方米。 这个6000,5000就是食物量单位,就是预算产量告诉你的,然后实际产量告诉你的。 然后相关资料如下,这是实际的消耗量,直接材料,实际产量下的实际用量,因为告诉你的实际使用量,这是我们填字格的,横轴的第二个点。 实际产量下的实际用量是24000千克,实际单价,这是重轴的第二个点,每千克1.5元。 直接人工,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工时5000人工小时,这是横轴的第二个点,每小时20元是重轴的第二个点,是实际的工资率。 变动制造费用,实际产量下的实际机器工时8000小时,每小时的实际分配率是15元。 固定制造费用,实际用量,实际产量下的实际机器工时8000小时,实际分配率每小时10元。 所以这道题的变动制造费用,固定制造费用,它的用量的取数标准,没有用人工小时,用的是机器小时,但这有什么关系呢? 也不影响你画填字格。 然后接下来标准资料,直接材料,标准用量每平米5000克,标准价格每千克1.6元。 直接人工,标准用量每平米1.2小时每小时,标准价格19元。 变动制造费用,固定制造费用,标准用量每平米,每平米都是机器小时,一个1.6小时,一个1.5小时。 标准分配率每小时分别是12.5元和8元,这是标准的成本资料。 提再乱也没关系,填字格画画好,然后来做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的差异。 固定制造费用,把毛毛冲1234写好,他问耗费差异,闲置能力差异,效率差异,这是三因素分析法,然后问总差异。 另外让我们计算一下产品成本的差异总额,那不就是上述全部差异之和吗? 再除以产量来计算单位的成本差异。 那么还要注意的是,你注意啊,现在题目提问的顺序,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变动制造费用,先问的是价格差异,工资率差异,耗费差异,后问的是数量差异,效率差异,效率差异。 也就是先写价差,再写量差,如果你用填字格用惯了,总是先写量差,再写价差的时候,那你上了考场,机考书,先输第二行,这个,先把这个量差放在第二行,然后价差放在第一行。 反正你按填字格写啊,不要把这个名称写错了,反正你先写的量差,结果你写成价格差异了,那就名字和你写的东西就错开了,所以你要注意提问顺序啊,人现在不是先问量差,再问价差,是先问价差,再问量差,先问什么没有关系啊,你自己啊,填字格正脚不要乱掉。 好,我们先看直接材料的啊,把填字格标好,横轴的第一个点是,实际产量下的标准用量,实际产量5000平方米,标准用量每平米材料用5000克,第二个点是,实际产量下的实际用量,实际产量下消耗材料24000克,标准价格每千克1.6元,实际价格每千克1.5元,标好了,自然就写出来了,但是写的时候, 先写第二行,直接材料的数量差异,实际产量下的实际用量,减实际产量下的标准用量,乘以标准价格,然后你再写第一行价格差异,这不跟你平时学习思路就一样了吗,实际价格1.5元,标准价格1.6元,再乘以实际产量下的实际用量,两,二者之合,合起来就是总差异,负得4000,接着人工的,横轴第一个点, 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工时5000平方米,每平米标准工时1.2小时,第二个点,实际产量下的实际用工工时5000小时,那说明呢,实际每平米消耗人工是一小时来着啊, 正轴标准工资率19,实际工资率20,所以直接人工的效率差异是量差,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工时5000,减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工时5000乘以1.2,括号扩主乘以标准工资率, 工资率差异是价差,实际的工资率20减标准工资率19,括号扩主乘以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工时,工资率差异,效率差异,价差量差之和,即总差异,负得14000,接着看, 变动制造费用,横轴第一个点,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工时,这时候的标准工时是标准一平米的机器工时1.6小时, 实际产量下的实际机器工时8000小时,标准分配率每小时分配12.5元,实际分配率每小时分配15元, 那不就一样了吗,效率差异就是量差,实际产量下的实际机器工时,减去实际产量下的标准机器工时, 乘以标准分配率,价差实际分配率,减标准分配率,再乘以实际产量下的实际机器工时, 量差价差算出来相加是变动制造费用的总差异, 那接着固定制造费用就要求同学们要把4条毛毛虫要写出来了, 那毛毛虫1都是实际数,2都是预算数,3改1为4改2头, 那毛毛虫1写一下啊,实际产量下的实际机器工时, 那不就8000小时吗,乘以实际分配率,直到了每小时10元, 2都是预算数,预算产量6000平方米, 标准的工时每平米1.5小时,标准分配率是8元, 写好之后,3改1为,把1的尾巴的这个10元每小时的实际分配率改成标准分配率8元每小时, 4改2头,把预算产量6000平米改成5000平米, 1,2,3,4都写完了,那耗费差异就是1-2, 闲置能力差异2-3,效率差异3-4, 总差异呢,上面三个差异之和,写出来就好了嘛, 然后成本差异总额就是直接材料的总差异, 直接人工总差异,变动制造费用总差异, 固定制造费用总差异,之和22000, 那实际产量是5000平米,平均每平米的差异啊, 计算22000除以5000,4.4元每平方米啊, 这是2016年的真题同学们, 填字阁里爬出的毛毛虫,你掌握熟练了, 我相信这道题你会很快的做完,而且做对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19年的这道题, 这道题呢,数据数字大, 而且呢,并不是同类的数字放在一起啊, 所以呢,对同学呢,有一定的干扰, 但是呢,你心中有填字阁和毛毛虫, 只要把对应的数据放在填字阁的位置, 然后毛毛虫四条写好,这道题它也不难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啊, 另外呢,要说一下, 这个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变动制造费用, 变动成本差异类的分析, 考几个你就要画几个填字阁, 在上了考场,草稿纸上, 你不要共用一个填字阁容易乱啊, 所以直接材料的你画一个格子, 直接人工的画个格子啊, 然后变动制造费用的画个格子, 固定制造费用把四个毛毛虫写出来, 然后在草稿纸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19年的这道题目, 甲公司下属的乙部门生产A产品, 全年的生产能力是120万机器工时, 这是预算产量和标准工时的成绩, 单位产品标准工时是120小时, 那么请问标准产量, 也就是预算产量是多少呀, 你回答我一下, 刚才我说全年生产能力是预算产量乘以单位标准工时, 现在单位标准工时是120小时, 说明预算产量是1万件, 这是预算产量啊, 1万件, 1万件乘以120才是全年的生产能力120万机器工时, 2018年, 这是19年的考题, 所以考的是18年的事, 18年啊, 实际产量是1万1千件啊, 预算产量1万件, 实际产量1万1千件, 实际耗用的机器工时是1331000小时, 这是实际产量下的实际机器工时, 其实你也可以算得出来, 一件产品单位消耗机器工时是多少呀, 其实就是1331000要除以11000, 这是实际单位工时, 但这个数字有没有必要算出来呢, 那根据题目后面的需求, 有的时候我们总数写出来头身子连起来就好, 也不一定要分分开哈, 2018年的标准成本资料, 标准资料, 直接材料, 标准用量每件10千克, 标准价格每千克22元, 变动制造费用的预算总额是360万, 预算总额如果除以, 预算产量下的标准工时总数, 是可以计算出变动制造费用的标准分配率的, 你360万除以120万, 标准分配率应该是3元每小时, 固定制造费用的预算数是216万, 你216万如果去除以120万预算产量下的总工时, 你是可以计算出固定制造费用的标准分配率的, 固定制造费用的标准分配率216除以120是1.8元每小时, 1.8元每小时, 这是固定制造费用的标准的分配率, 然后2018年实际成本资料如下, 直接材料实际耗用了121000千克, 那你说吧, 单位产品实际用料是多少, 你实际产量不是11000件吗, 那你实际的材料耗用121000千克, 如果除以11000, 你是可以知道单位产品实际消耗材料多少千克的, 同样这个数据有没有用, 我们现在是读题, 我来帮你分析, 后面根据做题的需要看需不需要把它算出来, 因为如果画填字格的话, 那第二个点实际产量下的实际用料, 那就是121000千克, 你是不需要写这个11000再去乘以11000克的, 就不用把它写成11000乘以11, 直接写总数标在填字格第二个点就可以了, 实际的价格每千克24元, 然后变动制造费用的实际数是4126100元, 这是实际数, 那你看一下实际的机器公时是133100, 你实际的制造费用除以实际公时, 你是可以计算出实际分配率的, 就是4126100除以133131000, 这是实际分配率, 固定制造费用的实际额2528900除以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公时133100, 是可以算得出固定制造费用的实际分配率的, 然后接着该部门作为成本中心, 这个会考到第19章的知识的, 我们先看一下也行, 其实19章的知识前面我们讲好多章节, 也涉及到编辑贡献等等内容的, 其实同学们也能理解, 这个部门是成本中心用标准成本法控制业绩, 新这个部门经理提出, 完全成本法下的标准成本考核不合理, 建议调整组织结构, 将销售部门生产部门合成事业部, 然后用部门可控编辑贡献考核经理业绩, 目前产量18年实际产量不是刚才说的一万一千件吗, 但是销量是一万件, 每件售价是一千元, 其中固定制造费用总数当中的40%是可控的, 60%是不可控的, 这涉及到可控编辑贡献后续计算的问题, 要求一计算A产品的单位标准成本和单位实际成本, 这道题没有告诉人工的内容, 所以成本的内容就是直接材料以及变动制造费用, 固定制造费用这三项内容计算出的单位成本, 单位标准单位实际, 第二问, 计算直接材料的价格差异以及数量差异, 变动制造费用的价格差异数量差异, 三因素法分析固定制造费用耗费闲置能力和效率, 都指出是有利还是不利, 也就是这道题我们需要画两个填字格, 直接材料一个, 变动制造费用一个, 然后另外把四条毛毛冲写出来, 第三计算以部门的部门编辑贡献, 这是第19章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变动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 因为这里需要让你写单位标准成本, 单位实际成本有单位两个字, 也就是一键产品的标准成本, 一键产品的实际成本, 因此我们需要计算一下刚才我们读题时所分析的数据, 变动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是变动制造费用的预算数, 除以预算产量下的标准总工时, 分配率每小时三元, 固定制造费用总数除以预算产量下的标准工时, 每小时分配率1.8元, 因此单位标准成本是直接材料的量标乘以价标, 标准价格每千克22元, 标准用量每件产品10千克, 这是直接材料单位标准成本, 再加上3乘以120小时, 那3是每小时标准分配率, 这是变动制造费用的, 而一件产品的标准工时是120机器小时, 所以一件产品单位变动制造费用3乘以120, 再加上一件产品的标准工时乘以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1.8, 现在标准成本三项直接材料变动制造费用固定制造费用都是以单位为单位的, 然后一件产品为单位的计算出单位标准成本796元, 而单位实际成本呢, 你实际消耗的这个材料的千克数是121000千克, 生产了1万1000件, 那么每件消耗多少千克, 这是实际用量, 那1000克的实际价格是24元, 这是材料的实际的单位成本, 然后实际的变动制造费用加上实际的固定制造费用除以产量, 不就是一件产品的单位实际变动和固定制造费用吗? 好, 然后单位实际成本算出来了869元, 接下来看直接材料, 填字格标好, 横轴的第一个点是实际产量下的标准用量, 第二个点是实际产量下的实际材料消耗量, 中轴第一个点是标准价格, 第二个点是实际价格, 所以计算数量差异时, 实际产量下的实际的材料消耗量, 减去实际产量下标准消耗量, 然后乘以标准价, 不利差异标好, 价格差异24-22, 实际价格减标准价格, 乘以实际产量下的实际消耗量, 不利差异计算好, 那接着变动制造费用, 横轴第一个点是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工时, 单位标准工时120小时, 所以用实际产量11000乘以它, 第二个点是实际产量下的 实际工时, 中轴第一个点是标准分配率, 360万除以120万, 那中轴的第二个点实际分配率, 要用实际的变动制造费用, 除以实际的总工时, 标好以后, 变动制造费用的效率差异, 实际产量实际工时, 减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工时, 乘以标准分配率, 不利差异, 价格差异, 实际分配率, 减去标准分配率, 再去乘以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工时, 但是你可以直接这样写一看, 4216100除以133100, 然后再减去标准分配率, 扩号扩主, 然后再乘以实际工时, 实际工时和实际工时是可以相乘的, 所以可以直接写一下, 412600减去实际产量的实际工时, 乘以标准分配率计算结果, 量差价差都有, 然后固定制造费用, 4条毛毛虫写出来, 1, 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工时, 乘以实际分配率, 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工时, 毛毛虫头和身子连起来写就好了, 光把尾巴拎出来, 是实际固定制造费用, 除以实际工时, 这个实际工时一会要替换了, 第2条毛毛虫, 预算产量下的标准工时, 乘以标准分配率, 那我需要知道预算产量, 一会要替换了, 所以标准总工时除以单位工时, 就是预算产量, 一万件乘以单位工时, 再乘以标准分配率, 标准分配率216000除以120万, 我们刚才算出来是1.8来着, 然后三改一尾, 头和身子就是1331000, 尾巴改成标准分配率, 次改二头, 把预算产量一万件, 改成实际产量一万一千件, 然后标准公时标准分配率都抄下来, 这个标准分配率是1.8元, 实际的分配率, 2528900除以133100是多少来着, 2528900除以1331000, 实际分配率是1.9, 所以你事先把分配率算好也可以, 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公时乘以实际分配率1.9, 预算产量一万乘以标准公时120, 乘以标准分配率1.8, 然后三改一尾, 四改二头, 然后接下来耗费差异一减二, 闲置能力差异二减三, 效率差异三减四, 同学们自己减就好了, 减下来和答案一模一样, 好, 然后我们就把变动成本差异里面的直接材料, 变动制造费用写完了, 然后固定制造费用三差异法也写完了, 然后下面还有个第三问, 问可控编辑贡献, 这是第十九章的知识, 可控编辑贡献是销售收入, 销量乘以单价, 减去变动成本, 那变动成本首先要把单位实际变动成本算出来, 121000乘以24不是实际的直接材料的总费用吗, 4126100是实际的变动制造费用, 除以产量, 那现在是根据实际产量实际费用算出来的实际的单位变动成本, 再乘以销量, 就销量对应的变动成本总额, 现在销售收入减去变动成本, 叫编辑贡献, 再减去该部门可控的固定成本, 也就是固定制造费用的40%的部分, 计算可控编辑贡献, 这是我们19章学的一个指标, 看不懂没关系, 到19章学完你就明白了, 这是44题, 接下来我要讲两个专题, 专题一是以2011年的真题为例, 来讲一下约当产量法和成本差异分析的结合, 后续有个专题二, 是陈老师自己编了一道题, 来帮助同学们辨析因素分析法和标准成本法的区别, 辨析一下变动制造费用和固定制造费用在进行成本差异时的区别, 我们先看专题一, 约当产量法的先进先出与成本差异的结合, 这道题呢出的是非常好的, 尽管是11年的题目, 但是做起来我相信同学们会觉得有所收获, D公司只生产一种产品, 采用标准成本法计算产品成本, 7月有关资料录下, 说公司的生产能力是每月1000小时, 这是预算产量下的标准工时, 1000小时, 单位产品标准成本如下, 直接材料, 你看这个标准用量6000克每件, 每千克的标准价格26元, 直接人工一件产品标准消耗人工2小时, 每小时的工资率是12元, 变动制造费用, 固定制造费用, 用量标准取了直接人工了, 一件产品消耗人工2小时, 按照人工工时计算分配率, 变动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每小时6元, 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每小时4元, 156加24加12加18, 单位产品标准成本之合适200元, 注意这道题目, 原材料在开始时一次投入, 所谓一次投入就是, 你投入了产量, 不管完工没有完工, 消耗的材料都是一样的, 所以再产品的约当产量就是其实际数量, 完工程度就是100%, 因为材料一开始就投了, 做完没做完, 对材料的消耗是相同的, 而其他成本费用是陆续发生的, 公司采用约当产量法里的先进先出法, 在完工和在产之间分配费用, 月初月末在产品平均完工程度都是50%, 月初完工50%, 说明剩下50%的人工和制造费用要花本期的钱, 月末完工程度50%, 说明月末在产品已经有一半的进度, 花了本期的人工和制造费用, 但因为材料是一开始就投的, 所以月初再产品完工50%, 也不会再花本期的材料费了, 月末再产品完工50%吧, 已经100%的占用了本期的材料费了, 然后接着说月初再产品40件, 本月投产400期, 本月完工450, 同学们分析分析二, 如果是先进先出法的话, 本月完工的450包含了七出40件先做完, 再加上本期投产的400期里完成了410件, 40加上410形成本月完工的450件, 然后这450件转入到产成品库了, 那说明什么呢? 本期期末的再产品有多少件呀? 那就470减去410, 然后还剩了60件的再产品, 或者你用40加上470, 那是510了, 510减去450月末再产品有60件, 这是当期生产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说说产成品, 产成品的月初的产成品存货有60件, 那么60件的月初产成品, 本期完工了450件, 本期又销售了480件, 说明产成品期末剩多少呀? 剩了30件, 就是在生产环节期末再产品还剩60个每做完, 产成品呢有七出存货, 有本期完工的又减掉销售的产成品的期末存货是30件, 然后本月呢耗用了直接材料, 实际产量下的实际用量材料2850千克, 实际的成本是97800, 这是直接材料大长方形的面积798, 798, 79800, 使用直接人工, 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工时950小时, 实际的人工成本11590, 11590是直接人工填字格右上角大长方形的面积, 实际的变动制造费用5605元, 实际的固定制造费用3895元, 这都是总数啊, 都是实际产量下实际工时所对应的实际的变动制造费用和固定制造费用的总数, 好, 要求1啊, 计算7月末再产品存货的标准成本, 就没做完的啊, 再产品存货它的标准成本是多少, 另外计算产成品存货, 7末不是刚才有30件产成品吗, 就是7出产成品加本月完工再减本月销售有30件, 它的标准成本是多少, 7月的再产品刚才分析了先进先出的话, 还有60个再产品它的标准成本是多少, 那再产品里面材料都消耗了, 人工制造费用只用了一半, 产成品嘛, 是材料人工制造费用全是百分之百的进度完成的, 才叫产成品哈, 然后计算7月份各项标准成本差异, 其中呢固定制造费用按三因素分析法, 好, 首先我们看月末再产品多少件啊, 先进先出, 月出40, 投产470, 然后完工450, 期末再产品60件, 再产品的存货成本, 那再产品材料一开始投的, 所以呢原材料的标准成本, 呃乘以60就好了, 60不用乘以完工进度, 没有完工也是百分之百投了料了, 但是呢人工呃变动费制造费用, 固定制造费用就要注意了, 因为是陆续发生的, 所以期末再产品的60按照完工进度百分之五十, 计算约当产量, 然后再乘以单位人工成本, 单位变动制造费用, 单位固定制造费用, 计算出再产品的存货标准成本10680, 月末产成品, 那期初产成品六十, 本月完工了四百五, 卖掉了四百八还剩三十件, 那么单位产品标准成本啊, 料工费合起来是两百, 这是一开始的已知资料, 完工产品嘛, 完工进度当然是百分之百的, 所以直接乘以单位标准成本两百, 这个总计的单位标准成本就可以计算出六千, 然后接下来啊, 我们要计算材料, 直接人工呃变动制造费用, 固定制造费用的成本差异了, 那么在成本差异下, 这道题就有个关键的量, 关键的一个指标了, 那就是在计算差异时, 实际产量是多少呢, 实际产量是多少呢, 当月啊, 计算费用差异时, 实际产量是多少呢, 我们先说原材料, 原材料生产开始是一次性投入, 那么你在计算当月的成本差异的时候, 是跟当期产量有关的, 因为只有当期的产量才会消耗费用, 当期的产量会消耗费用, 那么计算原材料成本差异时, 那材料一开始就投了, 所以计算直接材料成本差异时, 材料费用均来自于本期生产的产品, 本期生产的产品, 本期投入了470件, 期初在产品, 是不花本期的材料费用的, 期末在产品没完工, 它也花了本期的材料费用, 而且材料一开始就一次性投了, 所以在探讨本期直接材料成本差异时, 均来自于本期投产量470件, 所以470是计算材料的实际产量, 好, 填字格画好横轴, 实际产量470乘以标准用量6, 然后2580是实际产量下的实际材料消耗量, 中轴第一个点是标准的材料价格, 第二个点是实际价格, 那就是实际的材料总成本, 除以实际产量下的实际用量, 计算好以后呢用量差异下面右下角的长方形, 实际产量下的实际用量乘以实际产量下的标准用量, 再乘以标准价格, 是超支的不利差异, 价格差异呢用实际的价格减标准价格, 再乘以实际产量下的实际用量, 超支的是不利差异, 接着, 直接人工制造费用都是陆陆续续发生的, 所以在计算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成本差异的时候, 你得知道当期人工和制造费用的实际的产量是多少呢, 那这个产量就要用约当产量来计算了, 你得实际看一下发生人工费, 发生制造费用对应的产量, 这个产量用先进先出法下的约当产量法来计算, 你看, 期初在产品有四只件, 完工程度50%, 那剩下的50%要花费本期的人工和制造费用的, 所以相当于本期产成品的约当产量是20件, 好, 然后呢, 完工了450, 减去期初的40, 本期投入本期完工的410件, 那是花费了本期的人工和直接人工费用和制造费用的, 期末有60件, 完工程度50%, 那么这50%是花费的本期的钱, 所以60个再产品约当产量是30件, 计算出人工和制造费用下, 当期实际产量用约当产量计算是460件, 另外一种思路你也可以怎么算呢, 实际生产的约当产量完工了450, 然后加上没有完工的约当产量是30件, 但是已经完工的450里面其中呢, 是包含了期初的一部分内容的, 那期初的40件还有50%花的上期的钱, 你得把这部分约当产量给减掉, 所以450加30减20也可以, 或者用上面的先进先出的思路, 20加400一加30也好, 总之呢, 计算人工和制造费用成本差异时, 实际产量用约当产量计算是460, 因为里面未完工产品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去消耗了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所以在计算成本差异时要计算约当产量, 那么填字格画画好直接人工, 关键就在于实际产量的确定, 460确定好了后面就不会做错了, 第一个点是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工时, 第二个点实际工时950小时, 中轴第一个点标准工资率12元每小时, 实际工资率呢是实际的人工总成本11590除以实际总工时950的结果, 那效率差异就不说了右下角的长方形, 然后工资率差异上面两个长方形, 你一定要会唱出来那个工时, 而且要按我的样子背数, 背完整, 不要说实际工时减标准工时, 你要做效率差异, 你要这么说是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工时, 这是两节, 而是一个总额减去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工时乘以标准工资率, 效率差异有了工资率差异, 实际工资率减标准工资率乘以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工时, 好, 变动制造费用, 第一个点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工时460乘以2, 第二个点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工时950, 中轴第一个点标准分配率6元每小时, 第二个点实际分配率, 用总的实际的变动制造费用除以实际总工时, 好, 接下来量差, 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工时减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工时乘以标准分配率, 价差实际分配率减标准分配率, 括号扩主乘以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工时, 接着呢, 说固定制造费用了, 固定制造费用把毛毛虫写好, 那第一条毛毛虫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工时, 那么950小时乘以实际分配率, 那就实际的固定制造费用除以实际总工时, 来计算实际分配率, 写好其实一就是实际数3895, 二都是预算数, 预算产量下的标准工时, 1000小时乘以标准分配率4元, 三改一尾, 950乘以标准分配率4, 四改二头, 改头的时候, 你要注意了啊, 改头时, 你要改成460件才可以啊, 460件乘以标准工时乘以标准分配率, 460才是计算固定制造费用差异的实际产量, 因为固定制造费用陆续发生, 没有完工的那个产量要换算, 约当产量的, 就是这道题的一个绝妙之处啊, 1234写好了, 1-2耗费差异, 2-3闲置能力差异, 3-4效率差异, 那后面毛毛虫写好了, 你再写差异呢, 就是写一下的事儿了哈, 好, 刚才专题一啊, 是约当产量法, 先进先出法, 和成本差异分析的结合, 然后接下来呢, 我来再讲一道题, 这道题呢, 我们要明确因素分析法, 和标准分析法的区别, 明确变动制造费用, 和固定制造费用, 标准成本法的区别, 这道题是我今年编的, 我编完以后还自己表扬了一下自己, 我觉得还编的蛮不错的, 但是第一年编, 也许里面会有问题考虑不周全, 所以同学们如果发现了, 这道题哪里不合适的, 也请告诉我啊, 谢谢同学们, 好, 说假公司生产销售某产品, 现将该产品的制造费用, 可以分解成产量, 单号, 和分配率三个因素, 产量乘以每件消耗的机器公时, 那就是总公时了, 那么每小时的分配率, 这三者相乘, 然后就是制造费用, 那但是呢, 我现在给你的表格当中, 产量, 机器公时, 有变动制造费用分配率, 有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 所以呢, 一乘以二乘以三, 前三行相乘, 是变动制造费用, 然后一二四, 第一行, 第二行和第四行相乘, 是固定制造费用, 那么变动和固定制造费用, 你要分开去进行分析, 这是纵向给你的东西, 横向是什么呢, 我给了你机器的实际数, 机器实际产量一万件, 机器实际单号一件产品, 1.10小时, 机器变动制造费用的实际分配率, 每小时5.8元, 机器固定制造费用实际分配率, 每小时是1.2元, 然后呢, 我又给了你报告期实际数, 比如说机器数是2020年, 报告期实际数是2021年的实际数, 实际生产了一万两千件, 实际的每件单号机器工时12小时, 变动制造费用实际分配率5元, 固定制造费用实际分配率1.5元, 我还给了你一个报告期, 2021年的预算数, 预算产量一万一千件, 预算下一件产品消耗机器工时11小时, 标准分配率, 固定变动制造费用5.5元每小时, 固定制造费用1.6元每小时, 你看我给了你三列数据, 我要干啥呢? 首先我要让你做因素分析法, 就是报告期的实际数和机器的实际数, 然后有差异, 那连环替代, 看是产量差异呢, 还是单号差异, 还是分配率差异, 另外呢, 我还要让你对于报告期实际数和报告期预算数资料来计算成本差异, 这时候呢, 这个报告期预算数, 这个11000其实是没用的, 我们算的是实际产量下的实际费用和实际产量下的标准费用的差异, 才是标准成本法, 你看我问了什么, 要求一, 请你计算报告期和机器, 变实际的变动制造费用的差额, 使用因素分析法, 依次计算下列因素, 对于报告期和机器变动制造费用差额的影响, 产量单号和分配率, 第二, 运用标准成本法, 计算报告期变动制造费用的实际数和预算数的差异, 那预算数就是我制定标准成本了, 来看实际跟它的差异, 然后来分析效率差异和耗费差异, 第三, 用标准成本法来计算报告期固定制造费用实际数和预算数的一个差异, 用三因素法来进行分析, 那么标准成本法下, 固定制造费用的预算数可不是预算产量乘以标准单号乘以标准分配率, 而是实际产量乘以标准单号乘以标准分配率, 所以我放这三问, 第一个, 因素分析法下, 那产量有差异, 单号有差异, 分配率有差异会导致总差异的, 而标准成本法下, 我们是计算实际产量下的实际费用和实际产量下的标准费用之差, 所以预算产量11000, 其实是没用的, 好, 首先来看第一问, 该产品的报告期2021年和G期2020年变动制造费用的差额, 你看12000乘以12乘以5, 减去10000乘以10乘以5.8, 三个东西都不一样, 导致了总差异14万, 在做因素分析法时, 机器变动制造费用是基础, 10000乘以10乘以5.8, 这是1, 第一次替代时, 把10000换成了实际产量12000, 第二次替换在12000的基础上, 把单号10小时换成12小时, 第三次替换把标准分配率5.8, 换成了实际分配率5, 好, 1234有了, 然后2-1产量变动, 使今年和去年变动制造费用发生的变动116000, 3-2是单号, 就是单位产品机器公式变化, 给变动制造费用的影响, 4-3小时分配率的影响, 三个因素之和就是我们刚才算出来的总的影响, 这是因素分析法连环替代的一种含义, 因素分析法下连环替代的一种含义, 那么方法二差额分析法呢, 我们合并来完成写三行就行了, 第一个式子呢就是刚才的2-1, 第二个式子呢3-2, 第三个式子呢4-3, 而且你看啊, 因素分析法呢是从下面往上面减的, 我们后面再做固定制造费用三差异分析的话, 1234写好是上面往下面减的这个顺序不一样, 你可要分清楚哦, 因素分析法从下往上减, 固定制造费用标准成本法, 进行成本差异分析从上往下减, 所以我说我编织道题我还挺高兴的, 挺得意的, 你要注意区分方法的区别啊,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变动制造费用的实际数, 那是实际产量下的实际的变动制造费用, 12000乘以12乘以5, 而变动制造费用的预算数, 一定在标准成本法下是统一口径实际产量, 否则没有可比性, 是12000乘以标准公时乘以标准分配率, 你要用11000的话产量对不上, 你实际数和标准数就失去了可比性了, 你这个标准成本法就没有考核的依据了, 所以要控制住都是实际产量的, 二者相减, 就是总差异负的6000, 那要看了, 这是差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效率差就是量差, 你注意, 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公时, 减去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公时乘以标准分配率, 耗费差异是价差, 实际分配率5减标准分配率5.5, 再乘以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公时, 这不是填字格吗, 把变动制造费用的量差价差就写出来了, 那接着呢, 报告期固定制造费用的实际数, 以12000乘以12乘以1.5, 实际产量乘以实际的单位公时, 乘以实际分配率216000, 而报告期固定制造费用的标准成本, 注意, 实际产量乘以单位标准公时, 乘以标准分配率, 一定要卡住啊, 固定制造费用的标准成本, 在标准成本法下是实际产量下的标准成本, 不是预算产量下的标准成本, 2112000, 二者相检是固定制造费用的总差异4800, 4800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把四个猫猫虫写出来, 一全是实际数, 实际产量乘以实际单位公时, 乘以实际分配率就是216000, 二都是预算数, 现在就要用到预算产量了, 在固定制造费用的成本差异分析里面, 有实际和预算的脱离的耗费差异的, 这时候用到预算产量了, 二都是预算数, 预算产量乘以标准公时乘以标准分配率, 好, 然后三改一尾, 把1.5的实际分配率, 改标准分配率1.6, 四改二头, 把预算产量改成实际产量, 12000, 好, 接下来呢, 耗费差异1减2, 闲置能力差异2减3, 效率差异3减4, 你可以验证一下三个差异之和, 就是刚才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固定制造费用, 与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固定制造费用的差, 你看固定制造费用差异分析四个毛毛虫写好, 从上往下减, 之前因素分析法1234写好, 是从下往上减的, 2减1, 3减2, 4减3, 现在是1减2, 2减3, 3减4, 你注意区分, 好, 到这里, 我们就把第14章标准成本法的内容全部学习完了, 讲义当中已经包含了过去25年全部有效客观题和全部主观题, 主观题就2011, 2016, 2019已经全放在讲义里面了, 那如果同学们不按知识点想按年份排序的话, 请早轻松过关三, 陈老师赠送给大家的电子版的附件来进行练习, 考点地图, 标准成本的概念, 种类制定以及变动和固定的变动成本和固定制造费用的差异分析, 对应的客观题主观题同学们自己看, 我们总结一下第14章的考点, 首先标准成本的概念, 成本标准以及实际产量下的标准成本一个单位一个总额的概念要区分清楚, 接着理想标准成本和正常标准成本的含义和比较, 现行标准成本和基本标准成本的含义和比较, 在讲义当中都有表格总结, 此处都是会考客观题的, 要注意标准成本制定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变动制造费用固定制造费用用量标准怎么定价格标准怎么定直接材料量差价差总差直接人工效率差异工资率差也是量差价差以及总差以及变动制造费用的效率差异耗费差异总差异, 这是变动制造费用三项内容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变动制造费用量差价差总差异的计算9个公式划3个填字格全部搞定, 另外要注意客观题考点成本差异责任的负责部门, 这个责任的规结应该在哪里, 固定制造费用总差异以及呢两因素三因素分析法毛毛虫1234写好全部搞定, 这是本章的考点, 我希望本章考出来题目同学们不丢分, 这章用时短全书页马少, 然后考点又相对独立, 而且我们还有填字格里的毛毛虫, 相信也希望这章变成同学们的不是发愁的章节, 而是盼望考的章节, 希望填字格毛毛虫能帮助你搞定题目, 那好这章呢我们就到这里了, 后面15章再见,